如果对应四皇百兽团的三大父皇 现在看洛克斯海贼团的三大父皇会是谁 其实1096话洛克斯全员登场的这个画面 尤其是特写的这个面部镜头 已经明确的告诉过我们 三大父皇分别是谁了 第一父皇自然是白胡子 白胡子的地位是不用多说的 跟罗杰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他的第一父皇是无法动摇的 那第二父皇金狮子和大妈之间 有没有争议呢 其实也没有 金狮子的传奇经历 是要高于四皇大妈的 正是赢下被金狮子围堵的 艾德沃海战之后 罗杰才正式走向海贼王宝座 所以金狮子虽然是曾经的剧场版人物 但他是那么的特别 这家伙是传奇守门员啊 他的实力级别和地位 大妈还差一点 所以大妈是曾经的第三父皇 那么大妈和凯多之间有没有争议呢 也没有争议 凯多当时二十刚出头 在洛克斯这个全明星阵营之中 还是一个小屁孩 战力绝对猛 但是经验啊 名声啊 战绩啊 是没有办法跟前三者相比的 从画面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凯多跟大妈的关系很好 而且大妈是抢先凯多一步的 当时的大妈绝对比凯多强势 所以说 洛克斯海集团的三大父皇 分别就是第一白虎子 第二金狮子 未来的死亡大妈 只能屈居 和杰克一样的第三父皇 而凯多还只是个小屁孩 特别有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